中国表示 中国国内的手机用户可以使用美国技术巨头谷歌公司开发的操作系统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言人星期三在北京对记者说 只要谷歌遵守中国的规章条例并与手机用户合作 对使用谷歌的安置系统就不应该有任何限制 由于考虑到新闻检查以及本月早些时候 谷歌的电子邮件账户遭到网络侵袭 谷歌曾经威胁要退出中国 星期一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发言人否认中国政府参与了对谷歌的网络袭击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星期发表重要讲话 敦促中国以及其他专制国家的政府取消对公民的上网限制